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 我们已经带来的 熊号旅客风格 仅仅利息修正版的 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伊夫的思念 vs随区老骁啊 来吧宝贝 这局三主力打三随机 思念哦啊 哇 这老骁怎么开局这么凶 先想一条重腿想责你一项 但是老骁这边巧妙左开 开局克里斯打麦卓的话 理论上这麦卓应该是被揍得很惨的呀 但是老骁这边 一挤之力 直接扭转了角色的克制关系吗 感觉还是没有那么容易 思念这边还是找到一波节奏 但是这个伤害还是没有搬回来 实际上还是有一点劣势的 花闪单点没有摸响 嗯 下地强开BC前小影跳青腿 老骁这麦卓 啊 啊 不对啊 我龙不说 克里斯是独流吗 麦卓打不过吗 这是为什么 坏了 看一下 看下思念这边的红丸 来 原地手指高跳 重拳对策而劈前跳 区域去指缩一下 好的 单点确认 但是连段失误 感觉身位还是比较远的 来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老骁这边 而发出场角色 终于是来到包子了 包子打红丸 果断是包子优势 对吧 红丸跳得太高了 吃空时间太久了 包子对空手段又特别多 所以说是郑重下怀 但是在这个版本无限气 你包子的伤害未准有 红丸高 跳地逆向 但是打点过高 看一下红丸这手空中钻楼梯 好险被揍啊 思念要小心啊 罗伊毕 好 下进拳 原武毕 来走 嫌弃罚动吗 爱抄杀直接取消啊 来看一下有回合 来看思念这边的玛丽 玛丽打包子呢 划铲吧 主攻底半吧 跳基本是没期望的啊 你看轻小点波动 衍生龙相杀 跳基本是跳不过去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 小跳 谨慎的摸 然后划铲为主 看一下老肖也很懂 随时准备对空 思念这边也只能去 等对手失误的 但是等对手失误 不太容易啊 波动 散地波动 老肖 啊 这么丝滑吗 这真是穿尘引线 没有任何的缝隙 好 带这个生龙 预毒失误 但是一批确反失误了 思念这下失误太致命了呀 那你再想找机会就难上加难了 哎 但是没关系 前大跳过波 漂亮 这手隐藏极限抓取 玛丽台风收掉对手 主打的就是一手心跳 对吧 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嘛 呵呵 看一下老肖 哎 坏了 这蒸笼古空 顺时切反 老肖这边 拿下头筹 哎 老肖确实是顶级高手了 对吧 咱们之前一时觉得思念特别特别强 那看一下跟真正的顶级高手碰一下 究竟是 到底怎样 对吧 拭目以待 猴子战CD后飞 小条这局运气不错 有一个小草 但是前两个角色比较一般 安切尔加上李梅呀 哎 这两个角色 你不说是双宝吧 也差不多了 没啥用啊 果然啊 看这边秒掉一个 思念这边猴子拍头 看起来还是非常有效的 你像猴子这种角色 你不是主流角色 基本是打不了他的 对吧 你非得是什么 八神 金扎番 你再不及也是个K49 什么的 对吧 李梅怎么打呀 很难想象 想杀一波 这猴子也不急 你立回 你立回 载到一套就揍你 哎呦 但是这个加招架的好啊 老肖 不愧是你 老肖他太动猴子了 许利 坦想死了 哎 什么意思 还想秀 哇 本来已经没了 结果思念这边 堵一个生龙 真给老肖秀到了 老肖在玩帅的呀 天哪 来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思念这下 可以 呃 利安娜 要不要暴走 好暴走 开起来吧 彻底疯狂 身体里沉睡的野兽 觉醒了 跳地想攻 连跳进攻 下不再生龙 哎呦 但是B7叔 老肖这边也不急 哎好 跳地单点树膏 V字兼具 跳地再点下函 下不下一阶 生龙 你看这下 中不中 对吧 中不中啊 中 看一下老肖这边 小草 直接暴走 嗯 老肖也是比较谨慎了 哈哈 你疯了 我就先不过去了 但这边还是被 利安娜找到节奏 哎 但是一套 没有带走啊 利安娜 哦呦 这下原地 是高跳重腿 对色利安娜 前大影跳的 落点的逆向中断啊 老肖太懂了 马太实际上 这种垂直高跳 是非常有风险的 在利安娜 看来完全来得及 小影跳 CD直接破掉你的高跳 肯康直接V字进去 对吧 这是最基础的了 好生龙主攻 小草这个角色 是一把双刃剑啊 强是强 但是对手很懂 对吧 对手很了解这个角色 基本你的什么套路 也很难中 一些非主流角色 相反会容易发挥一些吧 如果你英雄值够深的话 来 直接暴走 到地对色一T 后跳落点 直接秒掉 大块蓝碎指踢 有点快 有点快 看一下思念这边 二发出场角色 老肖看起来 今天是 完全是睡醒的状态 不像往昔 是吧 往昔感觉他都是 半推半就的 但是面对思念以后呢 他好像是 使出全力了 可能也是不太了解 思念的实力 是吧 所以说还在 试探之中 跳C抢光 家庭地位啊 特瑞 你在干什么 这跟选手没关系了 反正玛丽 打特瑞 感觉特别好打 不知道为什么 但怎么想都是特瑞 优势啊 玛丽没拨 圣龙也比较辣 对吧 但是特瑞 这么强势 好吧 被打破防了 没办法 对吧 这确实没脾气啊 家庭地位 真的 来看一下老肖 这边的马克西马 嗯 不急啊 好 逆向虾臂弹臂 今天这边 还是找的 马克西马这个角色 太笨 太笨重了 嗯 老肖也是无能为力啊 反边生龙循环 思念这边 使出浑身解数 哎 哎 这下拉后 预判到老肖的嫌疑 非常奇迹 将杀一波 后跳迈血 规避你的 逆向压师打连段 能让传生血法 没有问题 暴摔直接收掉 来看一下老肖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啊 思念这种马力 还是有东西的 非常的丝滑 看得出来是 已经融会贯通了 把熟练度 加上一些 思路 那可以说是 锦上天花 哎 反边是反反圈角 正摇拳的浮空 妙妙 思念这边 容色率还是太低了 啊 看一下双方 第五回合吧 这场赛典争斗战 势必是一场 腥风血雨了 特里斯这爆发不高 那基本就奠定了老肖 这一下隐藏是肯定能有机会用的 秒不掉嘛 对吧 好 这手逆向点撞 先带跳CD反而被揍 又一套被秒了 啊 老头是我 老当一撞 不让连破 来看下一回合 太帅了吧 天老油 没想到多么伤害这么高啊 没想到 看一下老肖这局运气 太好了 七加射 利安娜 七加东仗 这三个角色 都是老肖的香伯伯呀 看一下思念这边 七加翻牌头 电视的幸福基点 老肖这下拿到自己 熟悉的角色 完全就不同了 哎 感觉他走路都带风 是吧 非常开心的感觉啊 哎 下行全两点 套拳直接 对 再来 好事成双 站好 乖乖站好啊 对吧 来看下一回合 叫你离开我 怎么突然哲学起来啊 看一下思念这边的K-Date 老K 可是在当年 绝对是庄阳王啊 哎呀 不知道多少人 学过他的走姿 反正我是没学过啊 当年 比较喜欢八神嘛 就不提了 黑历史啊 好 升龙走 大升龙取舍 哦 有BC起跳 这条操作看起来是 伤害不会低啊 认命吧 吸杀车 我是天权 也是唯一 带走 嗯 来看老肖这边 二发出场的角色 来吧 莲娜登场 哎 竟然没暴走 嗯 非常意外 好的VS金句 而且是NAX 超杀 伤害非常高 哎好 再斡旋发射 KDES感觉 有点上头 总想起跳 啊 这还是比较有危险性的 下轻角 卖鞋 但是没有开BC 没敢确认 下边开始BC 搬机走 哦呦 老肖技弹能量 闪身出版 但是思念 看准时机 顺势顺步出版 对吧 到了老肖的逆枪 再一波隐藏 太帅了 这下思念 好一个KDES 来思念 嗯 想杀一波 虽然很帅 但是没有伤害 啊 这很致命 对吧 来看一下 玛丽登场 老肖要暴走吗 没有选择暴走 感觉老肖今天是 非常认真在打 啊 好的暴走 躲下心脚 这下是个套子 先想跳 变下盘 暴走练娜起跳的时候 整个身体都在舞动 感觉跟跳中腿一样 对吧 动作幅度非常大 所以说很有迷惑性 用量甩身后跳中腿 你看这暴走练娜 速度之快 暴转环 哎 就暴转环没有中 但是玛丽也做不了什么呢 带着关注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老肖还是猛